這我沒有意見就問他 好不好 你問他 他要穿什麼服裝你問他 因為我們對女人服裝不太瞭解 也不太懂 好不好 那平常韓兵對穿著上你有什麼要求 沒有 就是他自己決定就好啦 我們身為父親女兒要穿什麼服裝 不要太大膽 不要太暴露 他可以以這個為原則嘛 好 好不好 剩下自己發揮了 我們這都很寬鬆 那就是Danny當天你的穿著會 我會穿西裝打領帶 對 對 一定要 這比較正式 這麼多貴賓 海內外的這麼多貴賓 我們當然要穿西裝打領帶 會不會希望服務人也是穿短裙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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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沒有特別意見 我尊重 尊重家裡面他們的決定 好不好 一切得體就好 就兩個字 得體就好 今天晚夜是怎麼樣的一個感恩餐會嗎 今天晚上的 今天好像一些自動自發性的一些團體 好像他們有幾十桌 我不曉得 他們是自發性的 選舉到他們是一些志工啊 義工啊 然後他們很開心 希望能照相 我會趕過去 大概有幾十桌 有幾個像以前長期做志工的 他們就自己組織完畢 集合完畢 然後通知我 我就會過去敬個酒 我不曉得耶 因為我現在發的簡訊是上個禮拜的 大概幾十桌應該是跑不掉的 好不好 市長 就是點點那天的經費有沒有上限 沒有問題 市政府編列如果不足的部分 我們當然會自己來掏腰包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最關鍵是這次就職放在愛河旁邊 代表我們高雄要衝光光的一個決心 還有一個很重要 要行銷高雄 讓全世界 全台灣都能更關心高雄 所以我們才會想一個別開生命的一個想法 不要像傳統的 在禮堂裡面辦一個很機械式的 或者很傳統式的交接典禮 用愛河以整個城市的河流作為烘托 讓大家更能夠喜歡高雄 喜歡愛河 所以我們才這樣設計 至於花費 我們從來沒想到奢侈兩個字 這也不是我的風格 如果市政府錢不夠 當然我就自己掏腰包 可是這一次帶來廣大的宣傳效果 也帶來很多商業機會 像包括愛河旁邊這幾個飯店 未來幾個月 都是客滿的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讓高雄 整個能夠起來 全台灣 全世界都看得到高雄 這是我們推展觀光 非常重要 就從舊子典禮開始 好不好 明天小燃別會公布嗎 明天小燃別會公布 我們20號會一口氣全部公布 好不好 好 更適合